Hello, 又是我 B2 話說其中一隻經典美式RPG Bouderscape 的新作Bouderscape 3 最近終於推出 EA 版 而今次遊戲就由過往的 BioWare 和 Black Cloud Studios 變成開發 DFINITY 系列的 Lirion Studios 所以玩法上就和過往不同 由即時戰鬥變成回合制 有些人覺得是一種倒退 但其實如果回合制遊戲在系統上設計得好的話 玩起來其實都可以很有趣 而我覺得今次的改變也都貼近可以說衍生這遊戲出來的始祖 Dangers and Dragons 簡稱D&D的TRPG 玩法 那不如趁Bouderscape 3 推出 EA 版的時間 我就簡單講講D&D這隻TRPG 不過真的簡單講講 因為如果要詳細講的話 我想真的一天都未必講得完 好,廢話燒講,Let's go! 這個頻道主要想和大家分享我對一些遊戲和動漫的看法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方便追蹤我的最新影片 在電腦上未普及的年代 Table Talk Game 或者我們現在稱為Broad Game 的桌上遊戲 在當年接近全部都是棋類的遊戲 講得白些就是加了故事背景玩法複雜少少的象棋 去到1974年有一隻Table Talk Game 就打破了這個傳統 而這隻就是D&D D&D 就由Gary Giggis 和幾位朋友一起在美國發明出來 並且成立Testical Study Rules 簡稱TSR 的公司去發行D&D 在玩法上D&D大家可以利用一套十分明覺的規則 去創造屬於自己的角色 整個遊戲的故事劇情 地形環境 甚至不同的敵人等等 這種玩法就完全有別於當年很多 有固定故事背景和明確的玩家陣營 以棋類玩法為主的Table Talk Game 令當年很多玩開這類型遊戲的人耳目一身 完全打破當年這類遊戲固有的模式 亦令這類遊戲往後的發展多了一種類型 就是Table Talk Role Playing Game 簡稱TRPG 雖然D&D的玩法又要創造角色故事劇情等等 好像要很多東西才能搞定 但其實大家只需要在桌上利用紙、筆和色仔 就可以完成這些程序 每一局的遊戲需要有一個人扮演Dingent Master 簡稱DM 而DM就是負責創造和解說整個遊戲的劇情 扮演遊戲裏面的非其他玩家角色 對玩家的行為進行裁決等等 所以DM在遊戲裏面的權力是非常之大 甚至可以說主宰遊戲的一切 所以每局遊戲好不好玩都取決於DM的行為 而其他人就會在遊戲裏面創造角色 先為角色改名 之後就利用摘色仔的方式來決定角色的能力 最後選擇角色的職業和種族 之後就可以開始這一局的冒險或者戰役了 聽起來D&D的玩法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遊戲都有一套很嚴謹和細緻的規則要大家進行 例如角色能力有六大屬性之分 角色亦會根據道德看法和價值觀而分為九大陣營 玩家的行動亦需要由DM根據每一局 在D&D的結構下去制定的規則來判定有沒有效等等 所以D&D可以說是一個大結構下 利用大家想像力來進行的高自由度TRPG 亦因為D&D這種有明確規則和設定下 卻有無限擴展性的玩法 令有玩這隻遊戲的人的想像力小宇宙爆發 衍生了不同種類的tabletop game 甚至利用D&D的一些基本結構來創作文學作品、動漫畫和電子遊戲 在電子遊戲裏面至少有80多隻遊戲都以D&D相關的設定 或者眾多玩家俗稱戰報的遊玩經歷來開發 而哪一種電子遊戲類型最受D&D的影響呢? 當然就是RPG類型 尤其是美式RPG Panascape, Tolment Icewind Dale Leverwinterlays 甚至我們最開頭說的Bouders Gate 都是源於D&D的一些模組衍生出來的美式RPG遊戲來 而D&D裏面規則明確的遊戲結構 亦會在這些遊戲出現 而這種遊戲結構最後亦演變成眾多美式RPG的核心元素 對整個美式RPG類型影響深遠 所以可以說如果沒有D&D的話 我想在整個90、2000年代 甚至現在整個電子遊戲的發展 尤其是美式RPG的發展 我想就應該踏上不同的發展方向 而一眾美式RPG的佳作也未必在遊戲市場裏面出現 這個平衡時空...我就真的不敢想像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D&D呢? 有玩過的對這隻TRPG又有什麼看法? 或者對整個美式RPG的市場發展又有什麼看法呢? 不妨留言大家討論一下 我是B2 我們下條片再見 再集中 Syria RB2 Cksj 84 RB2 RB3 RB5 RB4 RB5 RB6 RB4 RB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